老鼠嫁女 一幅佛山民间木板年画的传说 早在五百多年前的明代 佛山就已经开始印制木板年画了 在佛山千百种民间大板年画中 有一幅名叫老鼠嫁女的年画 画中一对老鼠从右上方向左下方走来 队伍的前面有吹笛子的有打螺的 有提灯弄的有几螺闪的 队伍的中间是头戴凤冠的鼠新娘做的轿子 有四只老鼠抬着 还有一群大大小小送亲的老鼠跟在轿子后面 整个队伍热闹得不亦乐乎 有趣的是年画的左上角还有一只老猫 他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看着这只老鼠队伍 晶晶有味的抓着一个鱼头在死命的啃 旁边还放着半瓶十万米酒 送嫁的老鼠队伍就在猫前面大摇大摆走过 记说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呢 言语说正月黑时期他暑假女日 说的十七晚上没有月亮 老鼠正好嫁女儿 脑猫呢 本来倒也不会忘记正月十七这个日子的 他知道老鼠都在这一天嫁女儿 就立下雄心准备抖一抖威风 趁老鼠嫁女的时候 把老鼠一网打尽 离宫赎罪 因为前不久他因嘴残偷了主人两条鱼吃 被主人痛打了一顿 日期越来越近十七了 老猫的打算给老鼠们知道了 鼠父鼠母和鼠叔鼠伯们都急得抓头烧耳 吱吱乱叫六神无主 来回折腾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避过凶险 鼠姑娘呢 快当新娘子了 省天高兴的眉开眼笑乐呵呵的 你心你的 她却一点也不着急 整天老是躲在房间里 一天打扮十多次 准备着出嫁的事 鼠父鼠母见女儿这个样子就埋怨起来 哎呀再过两天就是正月十七了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 想个什么办法才躲过老猫这一关呢 鼠姑娘一听吱吱的笑了 嗨我说爹妈呀 女儿已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保险那天晚上不会出嫌 真的 哎呦乖女儿 有什么好办法就快说出来吧 鼠父鼠母极不可待的问 鼠姑娘慢条思理的说 哪个猫不痴心 这只老猫我算看透了 也是爱心如命的呢 拿人的手软 怎么也不能不买个人情吧 嗯 说完 鼠姑娘又吱吱的笑了 鼠父鼠母一听 脸称 妙妙 就这么办 也是那些鼠叔 鼠伯 鼠婶 鼠母 鼠兄弟 鼠姐妹 有的去想办法偷鱼 有的出歪迹 去偷酒 有的去刺探老猫的动静 忙得团团转 时期那天 鱼和酒都偷来了 老鼠们捉了个框 把那些鱼呀 酒啊什么的 都放在老猫经常出入的地方 鼠姑娘还取过一张红纸 写上这么几句话 小鼠嫁女儿 无厚礼相赠 只得掠送鲜鱼三条 十万米酒一瓶 给猫大哥 忘记笑了 下面还手上诺款 本宅 鼠竹败 正月十七夜 老鼠嫁女时 入夜 刺探老猫动静的鼠哥回来了 向大家报告了老猫的动静 老猫正在吃鱼 吃得津津有味呢 鼠哥曾经壮着胆 去捋了捋老猫的胡须 老猫只是醉眼朦胧的 望了望它 又吃鱼去了 说父母笑了 说叔伯笑了 鼠兄妹姐弟也都笑了 鼠姑娘也笑了 而且鼠她笑得最开心 因为她可以 稳稳当当的做新娘子了 老鼠送亲的队伍出发了 像长蛇一样热闹非凡 挪鼓消敌鸣 吹吹打打鞭炮生生 这时的老猫 早已忘记了自己的雄心 只用半开半闭的醉眼 望着这老鼠嫁女的队伍 还不住地啃着那只鱼头 不住在雨后 累 ont了 不住在路上 你不住在雨后 来不住在乱 他很害怕 我以为你喜欢 还是看不住在雨后 看不住在雨后 你不住在雨后